大家好,我是阿柴 从Bixer降到Mohave系统之后 用了一周说说感受 先说个备注 在安装完Mohave系统后 我没有用Time Machine 恢复任何数据 我在这个全新的系统上 创建了新账号 手动还原了个人数据 手动下载和安装各种应用程序 手动调整各种设置 可能是我个人的执念 比较喜欢干净的系统 为了这个执念 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如果想省心省力 那就直接恢复Time Machine的数据 回到这个视频的正题 从Bixer系统降到Mohave之后 给我的感觉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舒服 具体从下面三点分享 第一是流畅度和反应速度 这台2013年末的MacBook Pro 终于有了它该有的样子 开机启动速度很快 日常操作的速度也很流畅 不论是多开应用 还是生产率工具 反应速度都特别跟手 反观卡特琳娜和Bixer 这两个系统就像温水煮青蛙 这两个版本的操作系统 随着每次升级更新 使用感受都会感觉慢一点点 我也慢慢地习惯了 这个反应慢的节奏 突然一下子回到Mohave 10.14 真有点不适应 那种流畅度 还有跟手的节奏 真是难以置信 这台2013年末的电脑 居然能如此流畅 第二 温度和噪音 日常使用60度以内 风扇转速1300转以内 非常安静 因为这台电脑 在不处理任何任务的时候 风扇转速也是1300转 这次从Bixer系统降级的主要因素 就是温度和噪音 现在用Mohave做同样的软件测试 在时间轴上预览同一个 5分钟的视频原文件 大部分时间段的温度 都保持在65度左右 由于视频内容分布不同 有的地方有特效 这个特效计算复杂 温度也会来到68度 甚至70度 也就是几秒钟的事 过了这个特效演示段 温度又会回到65度左右 整个这5分钟的预览 风扇转速一直保持在1300转 非常安静 对比之前的Bixer系统 预览这个视频文件的时候 很快会来到70多度 风扇转速也很快来到2600转 噪音很大 而且温度越来越高 风扇转速越来越快 除了流畅度和温度噪音 再说一下其他感受 第一个就是动画和功耗 我又测试了一下 下面那个程序屋图标 缩放动画 还有拖拽窗口时的功耗 这两个动画的功耗 都在8瓦到9瓦之间 比Bixer系统要低很多 之前在Bixer系统上 这两个地方的功耗 我之前发过视频 程序屋的缩放动画 在15瓦以上 拖拽窗口时 功耗在20瓦以上 因为我用的是全新安装系统 软件和设置 整整鼓到了一天 软件装好之后 发现比以前多了50个G 以前剩余140多G 现在剩余190多G 当然也有一些 可用可不用的软件 我没有安装 等以后需要了再安装 以前出现过电池维修的提示 在某哈维上居然没了 看来电池维修这个问题 只在Bixer和卡特琳娜上才有 不一定是笔记本电池 真有问题 上面分享的都是 降到某哈维系统之后的 一些优点 有优点就有缺点 某哈维也不是完美的 这一周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不过都被我解决了 下面说几个 第一个 某哈维系统自带深色模式 但是它不支持自动切换 需要手动来切换 我用一款软件实现了 深夜模式和白天模式的自动切换 用了一周 体验不错 不论是开关机还是待机都很稳定 比较可靠 刚开始用某哈维系统的时候 我感觉那个WiFi不是很稳定 是局域网速度不稳定 经常卡死 后来我发现网上也有很多人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后来通过一行命令解决了 还有一个是系统偏好设置 软件中心总有一个红色的提示 提示要更新系统 那红色提示是个小红点 后来也用命令行给去掉了 这次安装某哈维是全新安装 相当于是一台全新的MacBook Pro一样 除了需要网上面安装软件 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自定义设置 让MacBook Pro变得更好用 我每做一个设置都做了记录 后面的课时 我准备录一些视频 演示我一步一步的设置操作 为以后遇到同类问题的同学 和我自己节省时间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